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平篇 是头颅的平篇 根据这张头颅的平篇 我们能看到颅骨的结构 但是脑内的结构我们没法看到 脑狮子 脑勾 测脑石这些 我们是没法看到的 这一段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一个什么CT的片段 那么根据这张片段 你可以看到比X线就好在哪里 它可以从钻变屏上描 能够把脑狮子的结构 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 CT只经线一整张 只是能够横断上描 而且呢 它也只有一个参数 是什么参数啊 是什么参数啊 CT是靠什么来证断的 B度 是B度 对不对 那么这三张图片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磁共振成像 那么根据这三张图片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我们磁共振 不仅仅是能够横断面 还可以什么 虎状面 还可以坏状面 是不是这样 这就比他们好的说 第二个你看 同样的是磁共振成像 我们的脑袭在这个上面 是什么 白色的高信号 而在其他又变成什么 低色的 B信号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磁共振成像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 多参数成像 那么再一个 跟这个横端的吸气相比较 我们磁共振的显示 解剖细节结构上怎么样 要比它清楚的多得多 这就是我磁共振的特别 再看这一张 那么这个是一个 西关节的一个I线平线 大家比较熟悉 结果我们修改I线 那么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骨头 关键面 但是关键哪里面的韧带 圆组结构的面 我们没法显示 而这一张是一个 西关节的一个M2组线 可以看到我们的 前交叉韧带 半叶板 关键囊 这也显示都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腰椎的平线 这个我们也比较熟悉 我们只能看到骨头 追尖系 但是我们没法显示 追尖盘 也没法显示 追管内的体育 神经根 那么这两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 除了追体以外 追尖盘 定体温囊 脑体液 以及脊椎 神经根 显示的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真笔在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持共振在显示 定片解构结构上怎么样 要轻合得多得多 那么这就是我们 持共振的特点 持共振的特点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重点给大家介绍 这么几个内容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 原子核的一个 质源状态的原子核 所以我们叫 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首先大家要知道 有原子核 有磁 有共振 这样才能产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首先 给大家要制造一下 这个原子核 那么第二个 要介绍的就是 共振现象 这个共振现象 已经用90度设定外充以后 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就是什么 感应电流的产生 以及横向支持 它此量的作用 以及FR信号的形成 那么这两个 是我们今天 所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持共振成像的一个设备 那么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持共振成像的一个设备的 基本的结构 对于我们 最后能理解 那么持共振成像的设备 结构它包括 这么几个内容 首先一个就是主磁体 主磁体系统 主磁体系统 那么我们持共振持共振 不明实际 必须要有磁场 那么在这个磁体系统里头 它又包含了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叫主磁体 我们习惯用B0给大家 B0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是产生一个叫净磁场 使组织呢 产生磁磁化磁量 产生一个重向磁磁量 好 那么至于这些有些名词 咱们大家先别着急 好 我现在从开始呢 介绍很多很多的名词概念 大家别着急 以后我在课程当中 会逐渐逐渐给大家 来解释这些名词 好 那你就要进 产生个净磁场 然后使组织形成一个 重向的磁磁化磁量 MZ 好 那么这是它主磁场 主磁体的作用 根据我们主磁体的结构的不同 我们又分为 长导圈 永磁形 和超导圈 所以我们一提 磁工程的设备 缘分经常问 你们是超导的 还是永磁的 还是那个长导的 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的是这个 它们各有各有各指的优缺点 第二个磁体系统呢 分为叫T度系统 我们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上 空间三个不同的方向 这一轴X轴Y轴上 是加三个T度系统 这三个T度系统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形成一个T度磁场 形成一个T度磁场 形成T度磁场的作用和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 是形成一个叫 信号的空间定位 空间定位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如果我不行编码 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是谁 是不是 那么我现在有了横 有了数 有了列 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够知道 横埋第几个 数埋第几个人 我就能把哪一个人给定位下来 所以 这个T度系统的作用 就在于信号进行空间定位 它可以得到什么作用呢 可以得到层面的选择 可以得到线位的电码 还可以得到铁队的电码 那么根据这三种点 我就可以把人体内的 每一个点的信号 进行准确地定位出来 这就是T度系统的作用 第三个就叫射频系统 RadioBerfus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产生直指 产生一个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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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呢 又能做一个接收线间 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所形成的信号 进行接收 接收 再进行程下 这就是射频系统 那么除了之外 那么还有一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固域系统 它包括什么 T度放松器 脉冲放松器 以及相位整合器 等等这些结构 另外还有组计算机 以及图像的处理 显示处存等等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跟在我们CD里的介绍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可以通过打停的计算机 的容量处理 通过数目的转换 提前数据的采集 已经从图像的重建 是完成这个过程 这就是一个 直观的成像一个设备的一个示意图 根据这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 现在是一个操约台 操约台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 资料进行输入以后 控制整个这个过程 包括刚才我们给介绍的计算机 以及设计放松器 等等 那么这就是一个扫描架 这就是扫描架 你看这就是扫描床 编日 那么这个扫描架 我们给它放到以后呢 那么这个扫描架 我们能够看到 在不同的方向上 有三个基础系统 好 纷纷在飞多方向 XY角上 好 同时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系统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摄平线圈 摄平放弹器 好 好 这个是一个梦想 一个兔子 生活在一个胡罗伯山上 怎么样 应有进行 好 我们大家也是这样 有了知识就有了梦想 好 那么下面第二节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时空认成像的一个基本原理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表 给大家认识的 好 那么首先给大家做一个定义的概念 好 什么叫时空认成像 什么叫时空认成像 好 这个物理学研究 除了轻乳值以外 还有碳 指令等等等等 好 但是我们持共认成像 就是用的叫轻的制度 好 轻的制度 那么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 产生一种叫共振现象 产生一个共振现象 所以大家 要外加磁场 从此它要产生一种叫共振现象 那么在共振现象 就产生一个叫震荡磁场 震荡磁场 形成感应电流 而这个感应电流就是我们持共振现象 需要的一个什么 信号 信号 我们将这个信号进行采集 并进行一个层下来的处理 经过寄生器处理后 就形成一个人体的M2不像 所以叫持共振现象 那么这一角就叫核持共振现象 后来又有什么呢 所以说到核大家容易起一种恐怖的放弃性感觉 所以就把这个核给去掉 就留一个叫什么 叫持共振现象 magnetic resonance 那么我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物理学上大家都学过 以前考虑化学也学过 那么人体的亲的智 它有什么特点 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谁 好 今次的话它只有一个正电子 因为它自觉是它作为正电子 相当一个环形电量 它在周周会会产生微弱的各自然 所以它就行相当一个小的各自然 有机有机性 好 非常 非常 谢谢 好 那么我们所用的原始统 刚才这同学最大的非常 它是一个原始统 它具有什么样 只有一个磁子 它会形成一个环形电流 相当于一个小的磁膀 这个小的磁膀就是我们形成 持功证成像最基本的一个单元 另外新的日子还有一个优势 它在我们体内的分布很广泛 也是我们构成我们人体组织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院长 所以我们在持功证成像里 就利用我们这个特性来进行持功证成像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 简单的概述一下持功证成像 信号产生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那么首先是在制炎状态下 原者核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就是说 我们在外加失常以后 我们这个制炎状态的原者核 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就包括什么 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净磁化思量 以及进动以及动振 提出的能量 然后让磁型的偏转 产生横向诗磁化 那么这些它都遵循着一个原则 就是拉磨公式 第三个 我们设定脉上终之以后 这些原则又会发生了一切的变化 首先它要释放的能量 恢复到它的平衡状态 那么从产生MR信号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叫磁域 Relaxation 那么这个磁域根底它的部分 我们又跟为什么呢 重向诗语和同向诗语 重向诗语和同向诗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学过 在置验状态下这原则课 它是有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是咱们也复习一下 咱们以前学过的东西 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展的内容 非常重要 那谁能给我回答一下问题 就是置验状态在原则课 好 也就是说刚才这些东西 每一个原则课怎么样呢 有磁性 有一个小脂肪 但是呢 在置验状态下呢 我们人体那时候 表现出来怎么样呢 有没有磁性啊 有没有磁性 没有 没有 所谓的相互系 那是它厉害的异性基因系 是不是啊 我们正常之间是没有磁性 为什么呢 就刚才这位同学说了 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很多的原则课 在置验状态下怎么样 它虽然有磁性 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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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砸了奴章的排列 相互之间怎么样 底下了 所以我们在置验状态下 人体是不产生磁性 是没有磁性 是吧 但是我一旦私家外加市场以后 怎么样 这个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时候 可能都玩过这 就是把一个小吃饭 和食体一接触以后 会发生什么变化 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咱们谁玩过没有 有没有哪个同学能够说一下 好 因为它那个只有磁性 磁性的方向 表示很劣 它那个正宏 方向磁性 以后 它就删除了一个 你那个外加市场 方向一致的 这种的 净磁性量 净磁性 好 就产生一个 跟外加市场方向一致的 一个净磁性量 好 OK 非常 所以说 我们外加市场以后 就产生净磁性量 排母J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时空的成长 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好 为了可以理解 咱们大家理解这个过程呢 我用我们自己编的一个 一套科件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 怎么样 讲到就 好 智原状态下 新智子是每一个是新智子的 由于智原 它形成一个小的磁 像一个小磁棒 这些小磁棒 它是有急性的 有急性的 那么由于这个小磁之间的 怎么样 杀了卢藏的牌 互相不消 所以人体怎么样 它不产的磁性 打致不产的磁性 那么一旦当我们给它 施加一个外加市场以后 外加市场以后怎么样 这个小磁棒就会变成我们的磁力 间的方向进行重新的排列 是不是 一部分顺着磁性的方向 一部分就是密箱排列 但总的磁性 产生一个跟外加市场 方向一致的一个市场 我们叫重小磁事件 那么我们时间给它增加了一个 磁事件 产生一个磁事件以后 原子核在体内怎么样呢 它并不是静不动 并不是像一个柚子里面 停下来 而日能量围绕着我们磁力线的方向 进行一个旋转 我们这个旋转 我们称为叫什么呢 我们称为叫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进动 这个进动 这个进动 它有个进动脚 刚才也提到 那这个进动 它这个进动同时呢 它遵学了一个规律 我们不知道大家以前说过没有 那进行一个什么规律呢 叫拉玛公式 不是拉玛公式 那么它的进动的运力 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并就代表了什么 外磁场的强度 也就是说 原子核所处于磁场的强度 那么换句话说 我这个外磁场的强度 一旦固定以后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的 知道这个原子核 它所发生共振的 进动的怎么样 频率是多少 自赔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改变 这个外磁场的强度 是不是就必然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改变外磁场的强度 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呢 什么 是不是它的共振的 它的这个进动的频率 就会发生改变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因为在我们植物日程项里头来 以后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 我们所私家的进度磁场 为什么会私家的进度磁场 就会改变到它的频率 会改变到它的相位变化方向 就是为什么呢 遵循着这个拉磁中式 因为你外磁场的强度变化 它的进度的频率就变了 频率变到 这是我再给的 私家实力卖通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所以这个公式 大家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可能北方人 玩过这个 就是陀螺 你这个编子给它抽的越大 就越多 它怎么样 转的速度越快 是吧 不同样的道理 你这个外磁场 好像越强 它转的怎么样 越快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我们实共振成像 本在学里 经常提到的 就是一个 三个不同的X线方向 不同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把人体 在我们实共的里边 人为的 划分三个方向 便于我们的描述和理解 那么首先就是这个Z轴 Z轴就是什么呢 跟人体的长头什么样 种头是什么样 一致人 也就是说这个Z轴 还跟我们外加市场的 批停方向是什么 是一致 所以我们再提到这个市场的 MZ 就指的是什么 就指的是什么 就指的是这个 Z就是这个 而XY方向是两个 互相垂直的 一个是前后轴 一个是左右轴 而是互相垂直 同时跟Z轴 也是相互垂直的 那么Z三个轴线 是相互垂直的 便于理解 所以我们再提 Z轴就知道 Z轴就知道 这个是送轴 说到XY平面 就知道 跟Z轴相互垂直的Z 这一点对我们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刚才 已经提了过 那么一个原子核 在我们市场中间 并不是固定固变的 它是旋转 同时它跟Z方向Z转 有一个夹角 我们称之为近 那么这样一来 每一个原子核的支持量 怎么样呢 咱们在物理学院 都学过 叫平行四边一线法则 对不对 咱们都学过 是吧 那么根据这个 平行四边一线法则 我们就把 每一个原子核的支持量 都可以按照这个法则 分别成为什么呀 Z轴方向的 和XY平面方向的支持量 所以这个是吧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生互垂直的 经常用到的 把这支持量 按键在不同的方向 取得进行分解 同时它要进行 综合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 这段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继续看 最少数的持续 换Z轴方向 如Z带 Z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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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反体消耗 正下与Z带 同向的持续 A和B AB的头 先离Z带 进步 依进步 向AB分解对 XY平面的分量 Z带 Z带 和Z带 上的分量 来观察 可见它们在 XY平面上的 持统量 A和B派 方向搭乱 有同时跟轮的 不调 依据 不分不消 而在Z轴上 所有的持统量 方向 完全一致 叠加而成为 与D0 互动 持续的 重向 持续 N Z D1 连续原类 同分 同滑 相当量 N 等于 N Z 较 XX1 较为N XY 等于0 所以 平衡 汉水 N 等于 很多原子核 在里面 进度 对了 当我们 私家 外施双以后 怎么样呢 一部分就是 反过来的 是吧 这就是咱们在物理学乡 学过来 好 反过来以后 它就抵消一部分 它的一个正向的 一个次次量 是吧 正向次次量 是吧 一部分抵消 那么 但是呢 毕竟来讲 在原子核里边 怎么样啊 外施双 D0方向一致的 占最大合处 占最大合处 所以 它形成一个 正方向的 一个次次量 是吧 那么 这个数字 这个方向 由于它 跟它有个夹角 我们刚才就说了 用平行式 边行的 法车 怎么样呢 法车 又分解成 Z轴方向 和XY 平面上 的次次量 Z轴方向 它怎么样 相互叠加 产生一个 比较大的 一个MZ的次次量 而在XY平面上 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就像一个 自行车的 车条一样 知道 方向 每个方向都有 所以这样 怎么样 又相互进 消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XY平面上 怎么样呢 测不到它的次次量 也是没有 其实相互进 但是呢 从它的原子核的 分量来 是有一个 是有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 对我们 基督的理解上 非常重要 这就是产生一个 整的净事实验 我们就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说 我们人体进入到XY以后 产生了一些变化 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产生一个叫 纵向的次次化 纵向次次化 只是我们进到 进次上以后 一个最基本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还不能形成一个 直空重向 还不能一个形成 只是一个 直空正重向的 一个前提条件 好 我们在外下看 好 那么现在说到这个 我又给大家复习一下 咱们物理学生 持共振成功成 现在迟 我们知道了 咱们知道 那么共振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小时的 物理学的时候 曾经说过 共振 对吧 那么共振现象 这两个前提条件 大家知不知道 曾经给我回答 对吧 好 那么这个一个共振现象 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也就知道了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首先 保证必须一个 什么前提条件呢 两个 发生共振的两个物体 它的固有的频率怎么样 必须是一致 是不是 必须是一致 这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第二个 发生共振以后 它能发生哪些 发生什么过程呢 什么过程呢 就是一个物体的能量 传递给了怎么样 另外一个物体 那么也就是说 话题话 咱们两个音叉 首先必须保证 这两个音叉的 固有频率必须一致 是吧 那么当我敲了一个音叉之后 放到另外一个音叉的边上 另外一个音叉怎么样 也动了 那动的过程当就是什么呢 把另外一个音叉的能量怎么样 接收过来 传递过来 是吧 那么所以 这就是我们共振的指数量 那么我们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大家 这个要 要进动频率 而这个进动的频率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 原理就是这样 是吧 我们首先你要知道 它的频率是什么 也会我们现在能想办法 让它产生共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这几次产油 就是MZ的净值质量 那么下一步 我们要开始干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 给它施加一个叫 视频脉冲的 视频脉冲 使它产生共振 使它产生能量的变化 这样就是为了我们下一步 接收信号 做一个 做一个打下基础 打一个基础 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 好 咱们大家把这一段再好好看一下 现在 相近的确实在一种 角色平台中的变化中 它的频率 与 确实的共振性率相同 结果 确实的进步角 天下开始加大 由绿色的确实 重担担到 反移民方向 有个破坏图上 可见MZ有点结枪 当正反方向 辞去香港区 MZ等别例例 请再看 做一下 做一下看来这一段 现在他明白吗 他明白没有 那么首先一点 我们要给他 施加一个叫 社平脉冲 review program 那么这个社平脉冲 让大家想想 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要求 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 你共振的一个 基本的前提条件 是什么 频率 频率是不是 跟谁的频率 跟我们原子核的 什么 自主的 自主原频率 是不是 必须是一致 是不是 所以他才能让 这个原子核产生 共振 所以说 我们必须 首先要知道 外相强度 知道这个 原子核的 什么 进动频率 进动频率 然后我们给他 用跟他完全一致 的频率的 一个社平脉冲 给他施加 施加以后 就产生共振 是吧 才能产生共振 才能让共振的一个 结果是就是什么呢 能量的 也就是说 这些质子 吸收了我们 社平脉冲的能量以后 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是不是 首先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一部分的质子怎么样 反转到它的反 这一周方向去了 是不是 反转到反 这一周方向去了 因为它的能量大了 我们在物理学校说过 跟怎么样 实际线同效排列的能量怎么样 小 而反方向排列的能量怎么样 大 是不是 这是整个物理学的 由于它吸收了能量 能量增加了 它就反过来 反到它反这周方向去了 那么 随着你这个反这周方向的 原子量的增加 它势必怎么样呢 会抵消它在怎么样 我们在竞争场的时候说 产生的一个什么 MJ的赤子量 是不是 随着它的反的增加 MJ的赤子量怎么样 越来越来越 所以我们从这个座标足度上 我们可以 会看到怎么样呢 Z的赤子量怎么样 逐渐逐渐的 显小 逐渐逐渐的 看到了吧 所以 这是我们摄平脉冲的 第一个座位 是 Z方向的赤子量怎么样 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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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 我们刚才这个课件里头 给大家强调要大家注意的 看第二个座位 大家注意了没有 注意了没有 你们注意了没有 第二个是什么现象呢 是这个赤子怎么样 散开的一些赤子怎么样 聚合在一起 就像打开散的 聚合在一起 是不是 那么聚合在一起的 结果又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它是散开的 所以它在XY的平面上 的赤子量怎么样 相互抵消 为零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当它一旦聚合以后 怎么样 当它聚合以后 是不是就在XY平面上 会形成一个怎么样 一致的赤子量 我们散开散开以后 合在一起之后 最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 在XY平面上的赤子量 所以这样一来 又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从这个座位标准看 XY平面的赤子量怎么样 随着我视频面 从私下的时间的不同 怎么样 逐渐逐渐的增大 逐渐逐渐的增大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现象 给它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这个逐渐逐渐渐 逐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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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到最后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i4在屏面最大 而这一轴方向是什么 为零 这就是我们90度色频慢速所增加的一个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产生一个横向支持量量 我们目的是在这我先给大家复习 我们当这个i4平面支持量最大 也就是说总的支持量偏转到90度的色频率 以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脉上 我们称的为叫什么 称的为叫90度的色频脉冲 色频脉冲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以后在持无人成效者的学里边 经常会提到什么呢 不同的角度的色频脉冲 也就是有90度有180度 还有什么45度30度15度小角度的 为什么呢 根据什么来的 就是根据 就是让它使使量偏转到多少角度 那么这个色频脉冲就是多大的角度的色频脉冲 是这么来的 所以以后再提到这个90度脉冲 180度45度 那么大家都知道 那么施加这个45度的色频脉冲的结果是什么 持持量偏转到40度角 偏转到45度角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些过程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我们是为了产生一个横向持持化持量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横向持持化持量呢 那么这又涉及到一个物理学家的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 什么物理学家就是说 发电机是怎么来的呢 是通过感应电流产生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能产生感应电流呢 怎么能产生感应电流呢 这咱们物理学家学过 谁能给我回答一下 好 先对 当老电是你 在以持续线做那个 循迹切割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产生感应电流 好 先对 这是咱们物理学家的 当一个导电的导体 在做以持续线方向 垂直方向做一个切割运动的时候 就会产生感应电 这是咱们在物理学家的学校的导体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是 现在这个原子分的支持量 是发生在偏转以后 是在XY平面上 对不对 而XY平面又跟什么呢 跟我们外资场的 B零方向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是垂直的 是不是 是垂直的 那么这个XY平方的支持量 是不是固定不动的呢 它怎么样 它还是在围绕着 这种方向作为什么 旋转 而这个旋转 就形成实际上 它是一个叫什么呢 是叫震荡磁场 震荡磁场 那么当震荡磁场 主要于持续线 垂直方向做一个轻度运动的时候 它的结果就会什么呢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呀 感应电流 而这个感应电流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INR信号 INR信号 大家看这些 所以看起来 好 谁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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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